知道最近立法院在朝鮮 有在關注 沒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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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沒有耶 為了國會改革 朝野打得尼斯沃活 實際考民眾卻捕薩薩 不知道立法院到底在朝什麼 這也真實反映在民調數字上 TVBS最新民調 針對大法官近期對國會改革 無法採處暫停處分 有48%的民眾指導這件事 但有過半52%的民眾都不知道 或許大多民眾都不關心 對大法官的暫時處分 有40%沒有表達意見 32%支持 28%不支持 從政黨分析來看 三黨支持者正常發揮 綠營57%支持大法官 藍白分別是19%和22% 這是一份仿佛 早就寫好的憲法法庭的文章 6號朝夜將上憲法法庭辯論 再也質疑大法官沒有公信力 民眾也只有四成能信任大法官 能做出公正判決 而藍綠白的支持者 綠營72%挺大法官的判決 藍白支持者過半都不信任 學者點出這原因 大法官是否公正 隨著政治立場不同 民眾態度似乎也有所差異 TVBS新聞崔仲學李明輝 中凱玉李宗澤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